政治分析员形容 土著团结党兼国盟主席慕尤丁 不惜向动事党伸出橄榄枝 以寻求在来界大选合作 显示他和国盟已穷途末路 公益大学讲师阿兹米哈山 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分析 当慕尤丁向动事党伸出橄榄枝 这就证明国盟已走投无路 以致就算明知合作现役会遭到拒绝 却依然要寻求合作 所以这显示被逼入绝境的人 往往无法理智思考 阿兹米哈山也点出 由于有背叛前科 其他在野党难以接纳国盟 马来亚大学学者阿旺阿兹曼建议 慕尤丁最好是利用剩余的时间 加强和一党的关系 确保一党和团结党的基层变得更强 并为全国大选做好准备 再说随着马哈迪揭露 慕尤丁与他见面 寻求合作已重新担任首相之后 亲团结党的巫统领袖 如今已越来越沉浸 两名分析员都不懂慕尤丁 为何找上斗士党 阿兹米哈山说 斗士党肯定会拒绝 而且斗士党也不见得能贡献什么 更糟糕的是 明星党主席沙费亦 也同样拒绝了慕尤丁合作的要求 阿旺阿兹曼也形容 慕尤丁在百费利器 因为西蒙 明星党和斗士党在多项重要课题 如首相人选方面都持有不同的立场 更多关于慕尤丁政治前途的分析 敬请订阅当今大马文字版